OK 那我剛剛講那個那個 薔薇泡沫 泡沫 我剛才也是沒有帶過來 就是說你本身 OK 我們想到就是黃耀明 OK 每次看報章雜誌裡面 或者電視上說 黃耀明的那個本身的音樂 是比較 quote unquote 另類 但我不覺得是另類 絕對不算是另類 只是跟現在這個主流一點 有一點所謂的不同一點 OK 那你自己把這個音樂 怎麼樣的看法 就是說你認為你的音樂 怎麼樣才能在這個 所謂的主流音樂裡面 可以就是說在一起自己這樣子 我覺得我的音樂 彼此真的是外國的另類音樂 是非常非常的商業 Exact 非常的主流 但是我覺得是港台的音樂 東南亞的音樂 都是太 在一個 太單一 是不是 對 單一 太同 同計畫了 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我想做的是 很輕鬆 很容易接受的音樂 但是 可能 他們聽不慣 就說是另類 所以我覺得 我 主要是 想做一點 所謂的亞術共賞的音樂 我覺得這一步是比較難走 因為 我覺得你去做一些 一面倒是很商業化的東西 是很容易 對 全部是做什麼很藝術很低下的東西 其實也滿容易 對 但是看誰 可以做一個中間最難的 是最難走的這條路 就是讓人家接受 同一個時間以後可以做一些自己 是 認為就是說可以 對得起自己的一些音樂 是 怎麼樣可以兩邊都可以接受 很難 是 我就是想走這條路 我覺得這條路是比較有什麼 比較挑戰性一點 對 有挑戰性 對 那麼那個 待會我們會聽一個那個歌 叫什麼 瑪莉亞 萬福 馬利亞 萬福 Hell Mary Hell Mary 英國人 那麼談到這邊的話 剛才之前vir�特,就說 為什麼會有個瑪利亞這首歌呢 是跟宗教有關還是 就是跟宗教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 從另外一方面去接 cores 跟宗教也是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裡面 裡面說 有一個馬利亞 這歌裡面有一個女孩子 其實也不一定是女孩子 可以是男孩子 每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人 都是在購物中心 購物中心 每一天都在這個 window shopping 在看窗子裡面的東西 是是是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宗家 就是所謂的 materialism 物質主義 是是是就是他們的宗家 這首歌就是講這個東西 也是說一種religion 就是I believe in shopping 是 對 那麼講上這個宗教的東西 聽說你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以前你去教會嘛對不對 是我真的是很什麼很religious的一個人 你是嗎 以前是 以前是 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有一個偶像是陳秋霞 陳秋霞 對這個意思 現在已經沒有唱歌沒有 對 沒有演戲了 對 他以前的歌 以前的事我很喜歡看 我就有一天他在 他在教會裡面唱歌 我就去聽 聽完以後就變成這個教徒 變成教徒 然後他之後還有在這邊再彈嗎 還有在唱嗎 有也有還有 對師班裡面是不是師班裡面 不是 不是他就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 對 來唱一首歌 我就去看他 那就變成這個 這個新竹了 這個新竹了 以後就在教會裡面過 那也不錯 至少就是說那個你可以 因為一個偶像劇 一個教會俱下 That's very interesting OK 去了去了很多年 很好 那麼現在呢 又要聽一首歌學到聽歌的時候了 那是 Bjork的歌來的 好嗎 在香港那個也會聽到 你兩場都去了對不對 是啊很好看 Bjork迷嗎 You like Bjork? 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是 近幾年是最好的一個歌手 That's a good lo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聽聽看Bjork的歌 OK Check it out 那麼講到這邊呢 要講那個造型 每次看那個 因為剛才就講到那個 你跟陳偉琳在裡面有那個 那個所謂的mod look mod look 那你本身就是說 以一個所謂的 like I said 可能在這裡比較用得到 就是所謂的 alternative kind of music 在亞洲上 alternative kind of music 因為可以像那個 那個Arthur講說 在外國的所謂的 alternative music 那些musicians 穿的衣服都是 台上台上的一個樣子 那你是不是 非常注重這個造型呢 還就是說 I don't know 應該怎麼解釋 你對造型這個 這個重要性你覺得是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 我們玩的 就是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 根本就是有 視覺的一個部分 我們不要 什麼浪費這個部分 對 因為是一個所謂的 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還有是 我覺得我的音樂 大部分都不是Rock來的 不是搖滾 我的音樂裡面有很多很多 所謂的Glamour 叫什麼 Glamour 叫做這種 很閃爛 華麗的元素 在裡面 所以 好像我要去表演 春光教學秀 不能這樣 因為裡面的 感覺是很華麗 很 很over the talk 所以不能穿這個服裝 對 其實是跟音樂有關係 如果我唱的是名歌 唱的是搖滾 可能我有另外一種打扮 對 有點像Oasis這種歌 對不對 這個真的算是比較 alternative的 那種那個 British Rock British Pop 像Oasis pop 因為剛剛講還有什麼 那個 什麼 blur 那些音樂的話 所以你今天這個打扮的話 算不算是你也是一種 這個造型呢 還是就是你平常 平常 因為這是我喜歡的東西 今天我不來唱歌 不需要表演 就是比較 像我自己 可以 所以今天我不唱春冠假期 就可以穿一個 Rock T-shirt 穿一個Rock T-shirt OK 那麼你本身也聽不聽這種音樂 像那種 British Pop 我聽很多很多不同的音樂 但是我聽的音樂 跟我玩的音樂不同 我聽什麼音樂 都聽搖滾 明哥 Country and Western 都聽 但是我自己玩的音樂 就不會這些 Right 所以 所以 因為你的能力 跟你 跟你的興趣 有一個 有一個距離 那你不會說 聽這麼多音樂以後 把你的自己本身做的音樂 會有一點所謂的改變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階段 東方人做的流行音樂 或者是香港人做的流行音樂 還是滿 範圍還是比較窄一點 所以我覺得要多聽 多看人家的東西 吸收一下 還沒有到一個地步 我什麼都不聽 對我來說 對 那麼你本身就說 十年以後 黃耀明在什麼地方 音樂上面 我希望 我還是在唱歌 但是 目標呢 有中國人的地方 都可以 去發片 唱歌 尤其是中國 大陸 因為 我 好像 有去過一次 有去過一次 是 所以我希望 每一個有中國人的地方 我都可以去 這是 我最後的夢 夢想 對 那麼你本身的音樂 還是繼續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去走 希望可以找到那個所謂的中間的路 是 是 是 我覺得 如果 你的市場越大的話 你可以 做音樂的自由 自由度會更大 所以 如果只有香港 一個小小地方 600多萬人 你就可以做一種音樂 但是 越大的市場 就可以做 越不同的音樂 包括台灣 中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每一家都行 Exactly 那麼 你剛才講過 在不久的將來還有一個事情 Right 是 1996年 是 達明一派 組成十年 Right 雖然我們分開了五年 可是十年前開始就對了 是 所以 今年我們會 重組 一次 一次 做一個一次過的 一個Album 十周年的幾年的Album 還有 大概會有一個Concert 這個 是 今年最大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Album 是 All original music 全新的音樂 然後是廣東 然後你說 不久就要回去錄了嗎 對不對 是要回去就開始錄了 I see 希望有一部分是國語 一定會有一部分是國語的 Good luck 謝謝 Thank you very much 希望以後所謂的Alternative music 可以就是說 Go all over Asia OK 可以聽到黃耀明 Anthony Huang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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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